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神 这些年呢,实体生意不太好做 尤其是一些实体商铺受冲击个大 你是类似于什么服装店呢?什么大小超市啊?等等啊 原因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被电商冲击的,受的影响很大 是不是?就是原来我们认为不会对电商受影响的 类似于餐饮服务业啊,因为这两个疫情也响 也很惨淡啊,但是呢,老宋原来一直认为 有一个实体行业,基本上不会受什么影响 什么行业呢?就是理发行业,理发店,托尼老师 虽然我不明白为啥叫托尼老师,谁知道呢给我谱提一下 我就知道都称为他们托尼老师,但是我不明白 理发师嘛,为什么改成叫托尼老师了呢?啊 我一直以为啊,他们不会受到这种电商的冲击 而且疫情影响呢,也不会太大 毕竟是个手艺活会长盛不衰的,是不是呢? 哎,就这样的 但是呢,现在可能不一样了 我有一个朋友啊,也就是干这个行业的啊,开理发店的 他以前呢,他不是,我以前讲过他一次啊 他创业是,他开了两家比较大的理发店啊,挺厉害的啊 原来呢,生意一直也不错,挺红火的啊,挺牛的,是不是 前一天呢,和他聊天,我说最近生意怎么样了,他还生叹气 最近生意可不好咯,这些日子可不好哦 哎呀,不行啊,可能我就要关一家店了,开不了一家店了 我说为啥呢?我说你们的生意怎么不好啊?不应该啊 你们也不受什么电商冲击,啊,也不知道什么 你们的收一会儿,剪头呢,不都是这些人呢? 为什么生意不好呢?啊? 他说,我跟你说说老宋,原因在哪 第一个呀,我们这种店,挣钱最主要靠什么?赚钱啊 靠的是女士,女性朋友 胖头啊,眼头啊,说实话 女性朋友剪头都比我们贵,是吧? 那烫眼,一个就好几百,一个就好几百 这个才是挣钱的,成本又不高,挣钱 但是啊,疫情这几年下来 大家收入都受到了一些影响,都降低了 所以呢,女性在这一方面的花费 自然也会有一些收缩了 比如说原来,我两个月,啊,我就做回头发 现在一想啊,哎呀,半年做一回吧 原来的,我半年做一回头发 现在一想啊,哎呀,一年做一回吧 原来一年做一回头发的人 现在可能两年他都不做一回头发了 就是这样的 重要是啊,这个疫情影响啊 大家出门的时间也少了 你也不上哪儿玩去了,不上哪儿旅游去了 说实话,连厨师都费劲了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做头不做了 做他干嘛呀 最后做指甲一样 你要天天除去玩啊 你看,做指甲就什么 你要天天不除去,天天各家呆的 你说你做完和谁看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对我们影响很大 那我们的收入就获到了很大的影响 你知道吗,我想多了,嗯,明白 肯定是,因为我明显发现 我媳妇剪头做头发的次数 要是以前比前两年少了很多 以前最多半年也得做一做 现在一年都不做一次了 有时候过年都不做了,不做了 我说理解了 他说这是第一个原因 他说第二个原因 虽然呢,给你们这样的剪头 不赚钱 但是呢,也是能维持开销的 以前我也一直认为 电商对我不能冲击什么 可是现在一看到 电商对我们还是有冲击的呀 我说电商能冲击到你们什么 他说你不知道吧 他说你看看现在啊 现在有一种是上门服务的 啊美团,可以上门服务了 啊,你开一下单 人家上门服务 人家服务得更好 人家没有店面 没有水电费,没有各种费用 人家的价格还低 哎呦,我说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吗 我说我这不知道啊 我说一口啊 好像还真有 真有上门服务的啊 好像还挺便宜 我说是不是你们的好啊 他说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第二个原因 他说老宋啊 现在四来岁的男性 基本上脚头 不能说全部嘛 80%都是你这种 甚至凭你害的吧 啊,就是你这种头 说实话你这种头好推呀 啊,你这是那什么 这关键问题现在什么呢 就好推 啊,我们来了 我们也算挣钱嘛 虽然不是指他最挣钱 但维持费用也是够的 是不是,来着 但是现在啊 网络上我说 就你剪头的 他给你把推的 就尤其像你的头 你嚼点好力都能嚼 就你的头 你媳妇上网上学一次 回家自己就推了 刷刷刷就推了 那正常谁都能剪 就你的头太好推了 我说倒也是 我都知道那人自己都推了的 自己拿推的卡卡卡就推了 你老说剪卡尺嘛 自己就推 那边刷卡尺就 就是推的随便推嘛 自己都能推是不是 哎呀 我主要是喝家嫌 拿了头和啥子 所以不愿意推 但是 确确实实 有很多人自己就推了 你无论是小孩 像我这种男同志 反正对头不太注意的人 都可以自己推了 还有一些剪头发帘的 都自己剪了 这么一种钱一下来 那么收入又锐减了 最重要的还什么 研发机 现在网上卖了各种研发机 以前都私底店卖 现在网上也卖宣传了 教你怎么演的怎么样啊 哎呀 你一看你演头 我也不上你的眼了 我得买个研发机才多钱呢 还得好的品牌的 玩还不贵 各家一演就行了 我说对 我媳妇也各家演过 一演就行了 还省钱 你这 花一二百 演这么一回 这不用不着了 所以说 这几样 对我们冲击就大了 哎呀 所以我们的生意就不好了 哎呀 理发店也不好混咯 原来你看开的 属于春水一般开了 现在你看看 也陆续开始黄了 是不是 我说也是 听你这么说呀 确实有这么一些道理 也挺感慨的 实话实说 真没想到 你们这个理发店的行业 也会被冲击这么大 但是啊 我又仔细的一想 我想啊 你这个生意啊 出现这些问题啊 不单纯是这些影响 这些影响有没有 有 但是你们理发店 绝不单纯是这些影响 你们理发店 还有其他的问题 你说什么问题 老师说你看对不对 第一个 就是你们涨价 你们太贵了 啊 你说啊 你们生意可能差一点的 差一点呢 你们不想着我们提高服务的吧 你们就想着我涨价 啊 生意差点就涨价 生意差点就涨价 啊 就老送这头 你都能二三十 说实话 就我这头去了五分钟就退完 真的 我都 我都夸他们 啊 就说实话 我媳妇推的都是一样 讲过老送头都是一样 你说就这头 你有收这么贵 你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那愿不得好多人都愿意 各家自己就捡了 你说就这头 你收过十万钱 你看看大家再不各家捡了 手指头啥子你都费劲 是不是 哎 你这头你也收那么贵 你不管什么 还有最 这个倒可以理解啊 你说我成本高 是不是 最可气的什么 你们还分出档次 什么档次 什么 总监六十八十 啊 大城市有一百的 是吧 教头啊 什么老师 什么四十五十 是吧 什么普通简投二十三十 哎呀 我说你们在这 我说你的意思 以后我们上饭店吃饭 海里人家来了 先生你好 你需要哪个厨师炒菜 我们这个厨师炒菜 西红柿炒鸡蛋 是一百块钱一盘 我们这个厨师炒的西红柿炒鸡蛋 是五十块钱一盘 我们这个厨师炒的西红柿炒鸡蛋 是二十块钱一盘 请问你需要哪个西红柿炒鸡蛋 是不是还得这样啊 饭店的价钱确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是分店 而不是进了这个店之后 还得分哪个厨师 你说你们这可以整成高达上 但是你们还得分人 我找谁剪 最主要大部分情况下 你们剪出来都是一样的 你说的 如果它剪出来不行事 你还用它 那你这不都糊弄人吗 是不是 大部分情况剪出都是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你要分这个档次呢 其实你们就是玩的套路 玩的什么套路 就是让大家心理上 我出去 你要是说我上哪个店剪头了 你说我要一个普通剪的 多丢人呢 我要总监剪的 就是剪的一样 我要总监剪的头 多牛啊 是不是 感觉还挺装的 挺面子的 是不是呢 行 条件好的时候行 经济好的时候都行 大家为了面子买单 现在经济条件都不好了 而且时间长了 大家一看都那么回事 谁还总为面子买单呢 啊 说说是不是 反正我就觉得 这个挺过分的 什么总监呢 师傅还整个普通的 你要说就整两脑 说这我这店里 就有一个大师傅 这个人特别狠 啊 他他稍微高一点也行 里面整出好几个担容的店 我就说 那么你的意思 最后那个担人都是实习的呗 啊 那你这有点泡人的 实习的钱头还那么贵 啊 对不对 你自己想想 这个是不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是不是 哎 再有一个 就是什么呢 你们这帮服务太烦人了 有点数 什么烦人的 啊 找人办卡 退休 哎呦 脚个头啊 素顺精精的脚个头 像以前似的啊 或者女士烫个头 素顺烫个头都行 哎呀 自从你脚上头 男的还好 我媳妇啊 我看我媳妇脚头啊 或者他也这样 哎呦 就开始给你推咯 什么你这个营养不够咯 你种点营养吧 什么举个头吧 什么用这点水吧 用那个水吧 反正给你推销 要搬个卡吧 反正 他在这一头时中 他是各种语言 我这想法 我孙李到底是 技术公众 还是语言公众 你销售的话 我是用语言挣钱的 是不是 你技术 靠手法挣钱的 你这可好 搭配起来了啊 你就是肯定推销啊 挺招而烦的 是不是呢 一个没引住就整了 买了 买完后悔就后悔了 是不是这样呢 我记得啊 那就是验射个简头的 那还跟我们吹呢 说哎呀 今天啊 老叔就你这样投行的一个大哥 啊 我要他做了个营养 啊 二百八 哎可牛呢 我心里就说了 你这不骗人吗 你逗一玩的大哥 这大哥回家 我跟你讲的 他是庄大哥 我大概感觉啊 要不真大哥过来 都能把你店砸了 庄大哥回家 不一定媳妇骂啥样的啊 就这头谁让你推荐 做营养 你这不忽悠人吗 就你这么这样的 这么做生意 还不把店做砸了 你说是不是 其实老叔认为 实体间最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不反省自己 如果 不管是实体间做什么 如果你们反省自己 把你们的服务推上去 不要光想了 电商对你们冲击多大 把你们的服务推上去 让大家回归你们这里 真的 有的时候 电商可能比你便宜一点 但是大家还是愿意上实体间 为什么 是需要你们的服务 需要你们的真诚 如果你们总是玩套路 那肯定了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老叔说的就对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叔砍大山 向朋友们喜欢老叔 关注老叔 咱们下回见 拜拜